立东要多吃南瓜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南瓜非常好吃的新做法 孩子隔三差五点名要吃 出锅真的是太香了 做法也特别的简单 大家好,我是西西里 首先准备一小块南瓜切成薄片 切得薄一些这样会更容易蒸熟 切好之后先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把南瓜放入蒸锅中 盖上盖子用蒸火蒸20分钟左右 直煎到我们再打开盖子 用筷子试一下把南瓜蒸得非常的明暖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南瓜取出来 用硅胶厂把南瓜压成泥状 像饰瓶中这样子就可以了 接着再往南瓜中打入一颗鸡蛋 然后用筷子把鸡蛋和南瓜一起搅拌均匀 让鸡蛋和南瓜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搅匀之后再加入一勺面粉 喜欢吃软弱一些的也可以加糯米粉 然后再用筷子搅拌均匀 把面粉和南瓜搅拌成糊状 像视频中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先放一边备用 接着锅里倒入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面粉糊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再用铲汁给它摊匀 用中小火给它慢慢煎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整理好之后再撒上一层白芝麻 这样可以增加香味 先把底部煎至定型 再轻轻地晃动锅子 让底部受了均匀 底部煎好之后我们再给它翻面 把另外一面也给它煎至微焦 煎好之后再分成小块就可以开吃啦 这样煎出来的南瓜饼鲜香美味 营养又好吃 家里有小孩的一定会特别喜欢 做法也特别的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 关注留言和转发哦